今年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成立18周年 特别推出了光阴淡水18岁量世系列活动 而每个月将推出各种不同形态的体验活动 让大众用特别的视角重新认识新北淡水的古蹟 而今天新北市文化局长特别抢先开箱 在德纪立市洋行推出的淡水古蹟微型博物馆 带领游客一次保览淡水区12座的文化资产 与他们专属的光阴故事 实际上我们的淡水古蹟博物馆 其实它是一个博物馆群 也是一个 也就是我们现在呈现的微型博物馆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我们这一次微型博物馆 除了把我们12个博物馆已经在提供服务 或者是即将提供服务的一个据点 透过这种微型的一个方式介绍 让大家认识 更重要的我们结合了非常多 你可以用触摸的方式 你可以用听的方式 其实如果从教育来讲 我们真的把五感统合 全部在我们的一个展场的设计 跟活动里面去呈现出来了 局长表示淡水古蹟博物馆 是淡水众多分散古蹟的集合体 今年适逢成立18周年 特别推出了筹备将近一年的展览 淡水古蹟微型博物馆 来访的游客在这档展览当中 可以看到古蹟群的缩影 也能够初步了解所经营的管理 或者是未来即将开放的古蹟点 看完展览之后 再依照兴趣安排实地走访 让古蹟之旅更有趣 其实在12个古蹟都有不同的特色 那我们就分别用不同的运势 来代表不同的特色 举例来讲像我们 木下进来它是属于一个 多才多艺的一个美术家 所以我们用学业运来代表 希望学生能够多才多艺 那在4月1号即将要开学的 护卫小学校礼堂 那所以只要大家来了这边一趟之后 就可以了解我们所有的古蹟点 也从德基利市这边 走到各个古蹟点相对的位置 也能够告诉大家 每个古蹟点比较适合 有哪些有兴趣的朋友 一起来参观 淡水古蹟博物馆馆长表示 为了要让大家用更简单的方式 认识古蹟特色 内容依照古蹟类型 还有居住过的人物 分为事业、平安、财富、学业、运势 例如学业运势则是为淡水 木下进来救居 还有互为小学校礼堂 而这4种运势当中 再将文化资产的历史故事 转化成为具有视觉、听觉 还有触觉的互动游戏 或者是利用放大版的铅笔 作答互为小学校的相关知识等等 而游戏中也有许多彩蛋 分享不为人知的古蹟小秘星 另外还有360度的有机可寻展区 展示古蹟模型 还有360度的3D影像 一次保览12座的文化资产 同时也可以了解相关位置 让游客可以更方便的前往参观 记者许端一淡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啊 我们下转发了